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天女说论的那样话 这里面我们看到小层的佛教 如果可以去翻的话 是很明显的男尊女卑 女性大部分都是比较否定的 可是这个是大乘佛教 你看 它就是说 摄理佛 你这么强 为什么不变男人 这里面就有 这意思就有男女之相的这种 可是天女反过来就来呵斥她的这个观念 这是大乘佛教 差异性 所以这是这样子的 那么再看影响 文革谐心的故事性很强 这是一般人的看法认为 像天女散花 请饭相处等 故事人物鲜活 想象其种 富有文学的趣味 用浅进的方法 引申大众信仰 是大乘经典的一大特色 一般人的信仰还是都在类似预言的性质上面 而不是真正的宗教的 宗教的话 它就真的是一种禅宗 所谓波尔法门 这是一种禅的一种真俗不二那样的一种很高的意境 就不是一个小说或者一般的那种神话来看它了 胡子说的 半小说 半戏剧作品 所以说这样说起来 几乎佛教的 用文学看几乎都是小说了 佛陀一辈子讲那么多小说 戏剧 有何意义呢 当然 这是一般人的看法 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学士最爱清谈与维摩结经 六朝自怪作品神授维摩结经中佛教教育文学说法的影响 大量反映了恶暴地狱等场面 深造在读《道德经》说 美真美矣 然而其神器累之方 由魏敬善也就是还不够 后来读到维摩结经之后 决定出家 你看 这些出家人都不是普通人哦 都是很有学问的人 然到他们都迷信这些神话吗 我们反问了 高中山记载 直顿在三一讲《维摩结经》 王安石做过一首读《维摩经》有感的诗 说 深如泡沫 易如风 刀割乡图共一空 验作事件观辞里 维摩虽并有神通 这就是王安石 他对佛教也是有相当的研究的 《维摩经》的博尔法门的思想影响到禅宗的博尔的思想 也就是《动经博尔》 《正望博尔》 《维摩》 《明》 一切法接入博尔门 《维摩经》中的许多典故都变成禅宗公案 宋代以后的世子喜欢禅学 就很喜欢讲《仁言经》 《语言经》 至此 《维摩经》的影响就慢慢变小了 好 大概我们先把《维摩经》 就是有关 大概介绍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 那么 再下来呢 是什么呢 就是 刚刚发了一份讲义了 这个讲义本来是一个 新闻封出版的一个 惠斯法华禅观的研究 在研究的时候 就会涉及到学术层面 因此 他就说 大乘佛教起源以中国早期禅修论典的重要性 第二波 使得中国早期禅史被受注目的研究封巢 乃是西方近代兴起大乘佛教起源理论 有关大乘佛教 特别是大乘佛教经典 应该是佛教经典起源的问题 竟然在西方学特别受到重视 因为 很简单 在那个时代常常有一句话 就是大乘非佛说 大乘非佛说并不是近代的事情 在印度当时小城的一些的 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北京一席 以前就有 那么在2008年6月在美国 亚特兰大举办了第15届的 Indonation 国际佛教会议 年会 就该会有两个场次 都是以大乘佛典为主题 共有十多篇相关的论文发表 因为在过去 大部分的那些去研究的话 都是以语文的犯罚章 尤其犯罚为主的 汉传这个系统还是一个沙漠地带 原因之一就是 学术要溯源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汉文跟用拼音文字完全不一样的 西方人要研究 是有一段陌生感的 好 那么当然了 慢慢慢慢 这方面就有点变化了 而这两个与大乘佛典有关的尝试分别 是大乘佛典跟大乘佛教 由上几篇论文可以看出 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重点 趋向于探讨大乘结论的解读策略 以方法来探讨它的起源 其中 目前在创价大学 国际佛教高等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的 詹内蒂尔发表的一个就是经典的形成大乘佛开始的 汉文中更指出 目前西方对于大乘佛教起源的相关研究著作 虽然为数众多 但主张依然可分三派学说 第一派 大乘佛典乃重新改写就有原佛教的内容而来的 就是一般都是这样 我们讲过很多次 这把佛教肝典就披靡 加油天助 进化论思想 第二派就主张大乘佛典的经典化过程 乃将以广为流传的论述 转化为经典形式的流传 这都是类似的观念 就是大乘经过人修改 篡改 第三派学者认为 大乘佛典乃是 这个要特别注意 禅定经验或宗教经验所引发的圣身体悟而来 这个观念比较接近我们佛教的正统观念 所以我们前面特别用了 在以前曾经讲到佛经的翻译的部分 佛经的翻译的部分 有特别提到佛经的翻译 有特别提到这样的 就是按照 有特别提到这样的 就是按照 怎么变成这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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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新经有几个版本 有没有 有讲过啊 就是 我们现在把它回去再看一下 就是 新经 这边也看到 翻译的 师父的翻译 有好几个都有 就是 就是 如是我 文艺师 佛在 然后怎么样呢 那个 世尊 吉入 吉入 然后 圣身 光明宣说 正法山谋定 观世音菩萨 然后 儿子观音菩萨 以能修行 圣身 般若 般若密 然后 观见五音 皆空 然后 还要成佛微神 然后 问出 欲修圣身 如何如何 那 这个 就是他的 另外呢 比如说 我们看这一国 法阅本的 就是 是 如是我 文 怎么 都有的 与大比丘众 满百千人 菩萨摩赫萨 七万七千人聚 其名 曰 观世音菩萨 文书师弟菩萨 弥勒菩萨 以为上手 还有 皆得三昧种词 入不思意泄脱 这些里面都在说明什么呢 说明就是说 佛经是从三昧的不思意境界 显现出来的 不是从 我们用世俗来说 我加油添醋 我想一想 把它创造 篡改一下 OK 就变成了所谓的大神佛教 这个 我们就谈到这个问题后 所以说 第三班学者 这边学者 人比较不多 学者认为大神佛典来禅定经验或宗教经验 他并没有说佛跟菩萨并没有这样说 他只是说禅定经验或宗教经验 所引发出圣神体悟而来 然后他就举了 如之前的菩萨并严经 诸法护义的菩萨十柱行道品 菩萨十地之内容 则为法医菩萨于定中见佛所说出 这边就讲得很清楚了 讲出来就是佛经的来是经过了 不是跟一般的说法一样 此一个重要学派的代表性人物 就是哈瑞森 他在1990年出版的《波多山魅精英译》 及后续发表的数篇研究论文 乃为此一学说的重要著作 另外还有一位说 于1998年在史丹夫大学的时候提出有关 早期菩萨经中菩萨形象研究菩萨论文 也对大神论文持这个观点 哈瑞森所提出的大神起源说 为近代西方佛学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 且最具影响力的重要理论之一 在哈瑞森提出的新论之前 学界中有关大神起源之理源 多依平昌专大神起源出自佛塔崇拜 印尊法也是用这个方式 受日本影响 即佛陀的追思之说 平昌专是一个国际级的大学者 于1968年就提出这种学说 他影响遍及日本西方跟台湾 虽然印尊法是早在这么多年 不过他也有提出一些质疑 在初期大神开展中提出了 对平昌专理论的质疑 并提出对大神起源的不同说法 可惜由于初期大神 佛陀之起源已开展 并未以英文出版 因此国际学者对印尊法治理论 并不熟悉 不过我个人是有看过 印尊法治有类似的一个观念 这个还要再查证一下 那么Harrison的大神起源论的主要内容 及其对平昌专大神起源论的批评 整理于1992年 印大古大学之要 演讲将有关大神佛教起源 研究方法论的讲稿中 这个讲稿出版 经整理后出版在1995年 也就是寻求大神起源 我们在寻找什么 那么文中Harrison就提出五个探索 起源以大神特质所应注意之点 那么一二三四我们略调 比较不相干就是 第四禅定之重要性似乎被许多学者所忽略 值得深入研究 所以有这么一派出来 那么神通在大圣 这个兴起这个字 错了一个字 兴起时 宗教竞争中占有绝对重要性 那当然神通就变成神话了 很自然就变成神话了 在高谷权相关的研究后 提出下面的论点 什么呢 大乘佛典中 常提到佛塔崇拜 但仔细分析其上证文 其实提到的佛塔图 大多数在彰显博而行 祭诵佛经 特别是修行三昧等修行方式的优越性 因为在经文中这些活动 皆比崇拜佛塔更受佛塔赞扬 目前哈瑞森之理论在西方 已引起相当的重视 同时也常为台湾学者所引用 哈瑞森指出大乘经典中最重要 但最受忽略的要素即是禅修 神通与大乘经典界的密切关系 哈瑞森认为唯一能解释 为何大乘佛教能够 获得如此全面性成功的主因 乃在于大乘禅修者 透过更深刻的禅修后 获得神通和智慧 使得大众信服 并接受其宗教思想及修行方式 因得而对宣扬大乘教育及经典 据说就是在藏密传到西方 在藏密很多这些人不却 可能都有一些功夫的 西方人是不太会 就是比较理性的 但他们也受得很那个 应该是有 所以这个在藏密里面 不会去说大乘是非佛说 更不会说大乘是什么 这个篡改什么来的 哈瑞森相信大乘佛 国教起源的动力应该来自于 圣灵比丘 这些比丘远离世俗 洁净身心 严守戒律 因而能得到这神通 在宗教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那么我们当然可以说 我们拿这个什么 这个少林功夫来讲 他们也是练功夫练一辈子啊 你看到也是很神奇 我们一般人做不到 何况这些神通 那光是功夫还是不了生死的 这些神通乃是超越那些功夫了 那么哈瑞森理论提出 受到著名学者 徐里和的汉译大乘佛典 来研究大乘佛教 这个重要最早资料的 一个艺术的启发 徐里和在197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 早期大乘佛典极具价值 但学界并未深入研究 其溢出时间早于现在的泛葬佛典之学 曾日期达到世纪之最久 就是汉语佛典是最早的 但却少有学者仔细分析其内容 因此学者应重新定位 早期汉语大乘佛典的重要性 并重新检视早期汉语大乘佛典 那么自哈瑞森提出 早期汉语大乘佛典的研究 而且重视大乘佛典的起源 跟残修的关系的角度 来研究大乘佛典的起源 国际学者就开始 陆续有学者研究 受早期汉语大乘佛典 国教经典与禅定的关系 其中受哈瑞森邀请的 1999年在瑞士卢商举办的 第12届的国际佛教营造会里面 有学者就特别发表一文 他就以系统方式分析大乘经典中的禅定论述 并特别分析大乘的论中禅定论述之特性 因而广受 国际学者注目 他在文中又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 首次指出大乘佛典禅修论述中 我们可以对于三昧一次重视 且相对于原始阿汉佛典 有了空无相无助三昧 大乘佛典中的三昧 这种种增加了很多 有关三昧 各位如果打个CPS三昧 哇那简直是查不完了 这是佛教非常 等于说他的佛教的实验室 是从三昧出来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 从学术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说我们是从宗教角度 这个学术就慢慢跟宗教怎么样 相合了相应了 因为它怎么来的 就好像说你要从实验室 三昧是一种实验 你不去三昧 你怎么知道三昧怎么回事呢 当然现在有些报道 我上次有一天 就是有人说禅定 现在美国大概有两千万人去禅修 变成一个比较流行的一种 有人说21世纪是禅修的实验 如何如何 这个是很值得可喜的 可见现代人的需求 他当然也经过一些检测 我这边有些资料 介绍这个 好 这个我们就不谈了 那就给各位指导一点 就是学术研究 我一次在强调就是 学术研究跟 宗教之间的关系 应该做一个密切的结合 这样的话才会 玩乎宗教的本貌 没有发言 而以前的佛教是学者来发言 真正学佛的那些善知是什么 没有发言权 所以我觉得我们说 学术应该跟宗教做结合 那学术才不会有所偏差 宗教也会得到一种比较正确的认知 那么另外呢 刚刚发了个奖 欢迎我们谢谢黄助理了 第二页大家请看一下 刚刚提到了大制度论 请问大制度论是伪经吗 那么我们就从 大制度论里面有关佛经的结集 的事情 大家看一下 大制度论 然佛生无数 过诸世间为众生故陷如凡人 你看第一句话 这句话就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 佛生无数 我们怎么有那么多佛生会无数 我以宗教来讲 没有什么 分身千百亿 观神仪菩萨 以和尊德都则陷什么生 我会说吧 这个没有什么稀奇 这是化生 还有就是那天我们讲到那个 讲到那个艺术 艺术 我讲到前天到 武汉大学考 比如说观音菩萨的像 以前是男生 男人生 生Buddy 后来是女性生 我就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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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在大概 在民国五十几年 我在中央日报看到 张文副刊看到 有人写 观音是男生 身体的身还是女生 他说 观音是男生 他引用了很多资料 结果后来就反驳他 说观音是女生 我也写一大堆资料 结果 争斗不绝 那时候我没有学会不懂 哎呀 观音是男生 以何生得住 则献什么生 观音没有什么男生跟女生的 法生是没有这个 那我们众生才会有嘛 所以那个真律 你可以引一百个例子 我可以引一千个例子 永远真不完 实际上就不懂佛法嘛 对不对 佛法里面讲法包法三生嘛 这样子的 男生 男性生 女性生都可以 甚至于畜生生也可以啊 什么鱼啊 什么兔子 什么都可以嘛 所以说 为众生故 献罗凡人 所以他 他也献得跟我们一样 也凡人啊 有生老病时 吃饭睡觉 一样 经 有些人是在佛教的说实地上 他刺地上 他罗说献无数生相 他必须是原教的这个法生大士 对 比如说在我们刚讲的嘛 在那个《涅槃经》里面 经典的不同 他会有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这些 这些天台华原等等这些 他们综合所有的经典 他不是光看一部经典两部经典 这样子的 现在学者都从巴黎文开始 那都是阿含经嘛 对不对 他看着只是局部的 某些他很专 但是他把它当作一种 这个 诶 我很客观很超越 可以说 从学手讲 可以说很客观很超越 他是从 可是从某一个方面讲 他根本不入港 他不内行 就像刚刚的 男女我都可以引用很多资料 他有资料根据不是没有 是不是 也可以写个博士论文 我可以写个博士论文 我可以写一百万字说 万英是女生 对不对 那他另外写一百万字说 万英是男生 都可以啊 又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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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 你光是 我就说学术研究 你光在这个地方早远的话 那没有什么意义 就是真的 在学术研究会上台的时候 大圣被佛说 对 一样的 有一本书 三本 一本很重要 叫做《初大圣记》 就是说你们不要被骗 大圣都是佛仑佛说的 只有阿涵才是三本 非常精密的那个 所以这就是所谓 就是从历史角度 我们简单说 就是从世俗地角度 世俗地角度 当时用世俗地的那个想法 来思考问题 佛云和身便能语能行 后更不能 以此自怪 但为此故 以方便利 现行人法 如人微疑 就是跟人一样的 令诸众生 信于身法 若菩萨生时便能行能语 世人当作试念 如此身法 谁能及之 就是很多法 它是 就是说你看《华言经》 什么经》 讲了那么多 那么多那种 殊胜境界 我们连做梦都做不到 为什么你做梦做不到 你说想象 我想象 我去想象很多事情 好像还有一个根据才想象 那佛天讲的是根本 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根据 你怎么想象出来呢 那当然就是说 它是修正到那个层次 它可以看到的世界 它是佛眼嘛 下面还有法眼 还有慧眼 还有天眼 天眼所见的 我们现在的科技大概是天眼的一部分 天眼而已啦 你还 后面还有法眼 这个慧眼法眼佛眼呢 我不知道啊 我们是肉眼 我们借着这个天眼还是借着科技 而不是直接 对不对 天眼可以穿过去 没有日 昼夜 没有 五眼佛界 就在眼前 难没打棒球 我就看到 我们是借着电视什么才能 那是我们的境界 肉眼的境界 以此自觉 不得成弦 圣法器 菩提树下臣佛 以方便利固 而现作孩童 幼小 年少 成人 这个大致论有 大天后 念凡经有类似的话 这是 这是经年里面讲的 于诸时钟 赐利而受喜悉 艺术服欲武欲 聚足人法 后见 见老病时苦生 宴幻心 于月中范玉成出家 迦瑟佛时 持戒行道 而经献修行苦行六年成道 菩萨虽祖三千大千世界 而献破魔君 曾无上道 随顺世法故 献世重变 今于 博日情中 献大神通智慧力故 佛欲 拔此二边 另入中道 故说 摩合 波罗波罗密经 就是说 他有时候就讲了 跟我们凡人能接受的 一样 有的时候 又已经超越了 下面呢 我们就看 这个佛经都是如是我闻 大家都知道 大致论就是解释大波罗经的 叫做世经论 一个是中经论 一个世经论 一个中经论 一个世经论 中经论叫中观 它就是根据了 大波罗密盘经 根据了波罗经 然后它来 诠释 根据这个原理 诠释它 这叫中经理论 世经论 我就解释某部分 就是说 大致论论是解释 波罗经的某一部分 精华 这样子 好 那么就看 如是我闻 诸佛经何以故 初称如是于 达云佛法大海 性为能入 智为能度 如是异者即是性 若人心中有性清净 即能入佛法 若无性 是人不能入佛法也 性为道远功德 所以有的人就 我上次听一位学者也讲说 如是我们 如是 如是就是阿内 就是这样 我就是这样听了 佛经解释那么多干什么 这是大致论解释的 那主师解释就是 确实没有错 确实我能如是信入 你不信根本进不去 你说我很超越 就是我不信 所以人家说哲学是什么 哲学是一个超越者 他不是一个参与者 他不是观众 他也不是什么 比如说我是公牛 我是他们的什么 不是追随者 不是追随者 对 我不是追随者 我也不是 某个 我是观众中 我们也会有篇 公牛籃球 还是什么什么 他不是 是个超越者 超越者就是我不信 我信了就被他迷惑了 实际上在佛法来讲说 你不信你进不去 然后佛数研究说 你先进去再出来 所以 那个 这个叫做 有一本叫做佛学概论 乌坤卢 帮东美的学生 他就说 学数研究有三种 一种叫做能入 一种叫能出 第三种 既能入又能出 所以我们学数研究叫做既能入 你就说 你真的 你说你研究武术 你会练武术啊 然后我再超越出来 武术有什么特点 你这个武术有什么特点 你说他没练 你就看别人练 你看不错门道 所以说 这边就是说 你性能入智能度 如是 这样子 清净性 那这个华眼的性解行正就可以 对对对 好 那下面再看 非一切知人则不能解 事故佛法中信力为初 信力能入非布施持戒 禅定智慧等能入佛法 先要重 第二 第二 我的意思 经当说 问曰若无佛法中 一切法空 一切无有 无有无我 云和佛经出头言 如是我闻 这矛盾嘛 那么 就有人说 你们佛家讲 无我 佛经第一句话就错了嘛 你说如是我闻 这不对啊 答曰 佛弟子被虽知无我 谁 数把说我 非实我也 世间法中 说我 非第一实义中说 以事故 诸法空无我 世界法故 虽说我 无救 没有问题 没有毛病 这样子的 然后 文 你看它每个都有意思的 文 什么叫文 经当说 问曰 文者云和文 用耳根文也 用耳是文也 用意是文也 若耳是文 耳是无觉知故 不应文 若 若耳根文 耳是文 耳是一面故 不能分别 不应文 若意是文 意是意不能文 何以故 先五事 事五成 然后意是事 这我们一般 只能这样解释 意是不能是 现在五成 为是 过去 未来 五成 若 意是能是 现在五成 五成是 五世才有的 万外攀岩的 盲龙人 应是 深色 何以故 意是 不破故 达云 非耳根能文 亦非耳是 亦非一世 能文深世 从因缘合合 故得闻生 不得言义把能闻生 何以故耳根 无觉故 不应闻生 事无色无对无处 义不应闻生 生无觉 义无根故 不能知神 耳时耳根不破 身智可闻处 义欲闻 行 成义合合 故耳时知神 所以耳时即生意识 能分别种种 因缘得闻生 以是义故 不应做 那谁闻生 佛法中 义无有 义法能做 能见 能知 如说记 有业亦有果 无作业果者 子弟义生 事佛法能见 虽空义不断 相续义不常 罪福义不失 如是佛法说 那么 那么它的意思 大约就是说明到 我们是闻中不取分别相 有的人说 闻叫什么闻 闻就是你要入了 类似耳根源通 你要能够入到 它的那个拨热信空 你才闻到 不是一次能够到的 那么下面就是说 续品 佛法中数十等十五 就是说 就是数目 时间 什么 因 五因 六入 时所不设故 何以言 一时 达言 谁是数故 有一时无有咎 说一时 意应如是 时无有一时 谁熟一时 无咎 所以有的主是怎么解释呢 什么叫做一时 刚刚我们谈到说 这个 林三一会 炎然未散 疏言所追 听不来 这个一时就是一个 这个不定的时间 这个不定的时间 它是不变的 就是 当你在持收这部经的时候 你在听问这部经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就是那一时 否则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 那考古学的事情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去考这个古 对不对 考古学是考古家的事情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意义了 所以就是说 这个都是假象 时间过去 现在未来性都是假象 不是这个意识 我说用一种学习观念说 时空假合意识运期 对 对 没有错 所以 前面那一段 前面那一段就是 任言经的反文文字线 对 类似这种 就是这个 虽空意不断 相遇不长 这样一个 那么好 那么 所以在下面就是说 父侍我阿生 三阿生几节所及法宝藏 世宝出英作 如是说 如是我闻 一时 佛在某方某国土 某处树林中 何以故 过去佛今初皆称是语 未来佛今初亦称是语 现在诸佛末后 伯日涅槃时 亦称是语 今我 伯涅槃后 今初亦称 如是我闻一时 不知 佛御令 佛法久入世间故 是 长老 长老 摩荷加塞等 诸 阿罗汉 问阿难 佛出何处说法 说何等法 阿难说 如是我闻一时我在 什么什么地方 为这个 吴比丘 说苦地 我本不从他闻 法中正意念 演致如何如何 广说 这就是 真守博的意思了 还要讲一时 你不要管 我们刚刚说 天上你这个怎么换算 没办法换算 这个就是 把如是偶闻一时 这样的一个 好 那再下来呢 周四大宗都在里面 就是 这个 而是诸天 李摩荷加塞足 白大家塞炎 大德加塞 仁者知否 法船欲破 法臣欲颓 法海欲揭 法床欲倒 法灯欲灭 说法人欲去 行道人见兮 恶人力转身 当以大词 建立佛法 而是大家塞 心如大海 沉浸不动 两久而打 如等善说 实如所言 世间不久 无智 盲明 于是大家塞 默然受请 而时 诸天 李大家塞 逐忽然不屑 各自还去 这一段当然就说明到这个法门快要灭了 那么 师傅请教一下 因为那个 就是说 顶礼国子应该是背景尊隆之情 那这边的摩荷加塞 在当时他的镇定狗位置是一个巴罗汉而已 那他用这种好像比较 佛经里头像我参与的学术资料里头 但是 迦瑟佛后来就是禅宗的祖师了 我有正法眼障什么什么 迦瑟佛不是个简单人物 所以他还是为了要自小主啊 不要去小看 他们就是把华经讲的 外是声闻内密菩萨行 表面上你看他们都是凡人 不是凡人 都是声闻成的 其实他们是大菩萨行 所以说大神小神都有他们 阿罗汉是以大阿罗汉来写信 大阿罗汉来写信 大阿罗汉来写信 那么事实大家设计 我今云何使阿曾几节难得佛法而得九注识呢 如如是四伟 所以都是表法的意思了 我今是 我知事法可使九注应当结极修 所以这个结极的原因 阿批谈皮尼做三法 这样就是解定会如何 佛法可得九注呢 未来世人可得受刑 所以者何 佛事事劝告 此敏众臣故 学得释法 为人眼说 我朝亦因 曾用佛法宣扬开化 那么 大家是说事与敬 诸须敏三顶 郭同见嘴 说此即言 诸佛弟子若念于佛 当报佛恩 没入面盘 是见嘴 大家是因生 骗自三千大千世界 皆惜闻之 诸有弟子得神通利者 皆来集会大家是说 这边你看 他的声音能够骗三千大千世界 在高僧传里面 那些靶师常常会有什么 会有什么感觉 几百里外都听到他的声音 我看薛音老和尚 莲普 薛音老和尚在讲话 耳朵会嗡嗡叫 为什么 他这个丹田 就是他的功力 他的功力 就好像耳朵 但是你不会耳容 这些人都不是普通人 那就是我们用武汉小说来讲 内功精纯 内功精纯 这真的是内功 就是说我们只是说 武汉小说说 我有一群练内功要干什么 他们不是的啦 他们是练这种 残修的自然这种内功 所以这些我们看起来什么 哇 怎么可以骗三千大千世界 这就是神话嘛 我这样就看到 好 那么今天时间到了 下个礼拜 就后面我们还没完呢 还有这个 这都是大书都论里面 那么下个礼拜我们停一次 那再下一次我们就顺延一个礼拜 下个礼拜 我也到佛光山去 这个代表有论文 今天就到这边 这是顺延和故事 一群出现中午 进化 吧 mellan